更代史中,中英首次海戰 就是發生在香港的九龍外灣 九龍寨城的官兵和水師 竟然可以用山寨的炮火 擊敗船兼炮離的英軍艦隊 早期的九龍寨城 亦曾經成為西方旅客的旅遊點 還將西方的私人決鬥帶來 難道在這個特殊地方 殺人真的不用填命? 九龍城寨曾經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宅內不單是環境衛生惡劣 亦是各種黃、賭、毒等非法活動 特別輕盛之地 連當時的港英政府 都不可以在宅內行使管治權 城寨之內是世界上少有 住門高達五萬人口 而由處於無政府狀態的三北管地帶 究竟是什麼歷史原因 令到這個大約有四個大舅船大的地方 成為世界知名的狗犯之地 今集就和大家在古早歷史之中 一起見證九龍城寨的誕生和演變 在這裏提提大家 敬請大家給like、訂閱和今天的通知鐘 謝謝 謝謝 早在中國宋朝時代 在現在的尖沙咀至茶果嶺之間 官府就設立了一個叫做官府場的鹽牆 在現今九龍城的地方 設有鹽官和士兵駐守之地 駐兵營地後來被稱為官府寨 而官府場就成為了現今九龍城 以至東九龍一帶的古代地名 至明朝萬曆期間 《月大記》之中有地圖記載 官府從斯旁邊有一座九龍山 估計就是現今獅子山一帶的群山 至清朝康熙年間 新郎縣至既在有大霧山之外 有九龍村這個地方 是位於牙前村和蒲江村之間 九龍村因為臨海具有良好的戰略地位 經常都有兵船、巡防、打擊海盜 至清廷頒發千海令之後 九龍村沿海的居民被迫遷入內地 九龍村就變成清兵的駐紮營地 初期有73名清兵駐守 而這個營地後來就叫做九龍寨 而近海之地就設有敦台 即是風火台 用了監視當時一些反清勢力和海盜的海上情況 在這張較後期的寨城照片 就可以看到城外估計是風火台的兩個建築物 因為風火台可以連往九龍村以外整個區域 於是這個區域就統稱為九龍 至十九世紀初期 新康縣各地區的海道活動大致平息 在這個時候九龍寨才加設有炮台 而這些炮台在29年後的九龍海戰之中 竟然被當時的清兵用來擊退當時船兼炮利的英軍 1839年6月 九龍尖沙咀村發生臨危起案 有英國水手在村內聚走鬧時 打死村民臨危起 事件令當時清朝和英國發生磨擦 清廷官員禁止英國商船到九龍購買糧食 英國駐華大使兼商務總監二律 宿令武裝快船抵達九龍寨對出海邊 攻擊駐守九龍寨的清兵 當時統領九龍寨清兵的將領賴恩雀 立即命令各水師船和九龍寨炮台全力反擊 中英近代史上第一次海戰 就在九龍寨對出的九龍海爆發 史稱九龍海戰 當日中午時分 二六乘坐的英方主艦 倭拉兒號和陣中其他武裝船 也紛紛開炮晚攻 九龍寨水師靈屋閃避 後來更加成功偷襲 擊中二六乘坐的主艦 最終英軍死傷十幾人敗退而回 同年十一月 清廷陰差大臣林則徐指揮清兵 在九龍觀衝 發生連續六天的觀衝之戰 最後英國軍艦亦被擊退 這兩次戰役加上同年 在廣州府門發生的村備之戰 被認為是大清和英國 在1840年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前哨戰 結果在1842年 大清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中戰敗 和英國簽定南京條約 當中包括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管治 當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之後 當時的兩廣總督奇英 向清廷成功爭取 在九龍寨建設護城牆 加強防禦 以防對岸的英軍再次來犯 城牆圍繞的範圍 包括現時已經攝平了的百學山 面積比現時可以見到的位置大得多 城牆口1.6至3.3米 高4至6米 設有4個城門 增設32門重3000至5000斤重的大炮 另外增設牙柱兵房作溫時掩煉等用途 1847年5月為長建成 九龍寨從此正式命名為九龍寨城 是當時抗衡對岸香港島英國政府的重要軍事駐地 不過朝廷也招募了一些農民入城內居住 被他們開墾在城外的農地 另一方面也希望吸引一些知識分子來到 因此在城內又興建了一間龍宗義學 而由於城門對著海邊 早期設有簡陋的木製碼頭和木橋 後來木橋建設成為 長二百米的龍宗石橋連接關口的官亭 石橋伸延到較水深之處 方便教大船者拍岸 碼頭每天都有街島來往香港島和九龍 而一些賭商因為這個地理之變 就在城內開始賭館 吸引遊客來遊覽之餘也順利在賭錢 因此九龍寨城內外 逐漸變成一個旅遊點 據說當時不少西方遊客來到遊玩之餘 將西方的私人決鬥帶來寨城 雙方背對背各自向前走二十五步 然後一起轉身開槍 無論對方有沒有死傷或者兩者皆死 兩者所爭執的事在決鬥之後 就要一不勾銷 由此可見早期的九龍寨城 已經是一個龍蛇混雜的地方 不過九龍寨城的主權 日後並沒有落入英國手中 並非是因為寨城的防禦力量 而是因為其他的歷史因素 1860年 清兵在對抗英法聯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之中 再次落敗 被被接受北京條約損失大量國土 當中包括 將九龍半島戒限加以南的地方 永久割讓給英國 而九龍寨城 剛好位於戒限加以北 得而行免於被割讓的命運 直到1898年 大清和英國再次簽訂 展託香港戒指專條 將九龍戒限加以北 至深圳河以南地方和附近超過200個島嶼 租借給英國為期99年 自此英國在香港完成了殖民地的三部曲 不過在清庭外交官力爭之下 條約中定名九龍寨城 仍然屬於清庭的管轄之地 駐有清兵和官員 地位類似現在的領事館區域 當時九龍寨城內 有人口744人 其中駐軍544人 到1899年 以平山鄧氏為首的 新界原居民各大氏族 武力反抗英軍的接管 爆發新界龍日戰 英政府平定這場戰役之後 認為是九龍寨城內 新郎縣官員策劃的 違反了專條中 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防害的這條條例 於是就派王家威爾斯火槍隊 和100名炮兵義勇軍入侵寨城 將承諾的官員和軍隊全數驅桿 1900年 時任兩港總督李鴻章 途經香港的時候 特別和當時的港督博力進行交涉 明確重新擁有九龍寨城的主權 最終英國政府下令英軍撤出九龍寨城 寨城又再次變成一個無主之地 1941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本入侵香港 香港很快淪陷 進入了日戰時期 而日方便沒有理會九龍寨城的特殊地位 為了修建啟德機場 不惜拆毀九龍寨城的圍牆 來用大石作為拓展機場的材料 圍牆被拆去之後 中英雙方設下的界線就變得模糊 以戰結束 香港重光之後 沒有了城牆的九龍寨城 成為一片無主之地 一些勞宿者 窮人 以至罪犯 就開始在九龍寨城聚居 而在1948年發生的九龍城事件 就埋下了九龍寨城 日後變成三不管地方的原因 由1950年代至90年代初 寨城內就起滿雜亂無章 樓高十幾層的大廈 裡面有無數暗無天日的窄巷 形成一個環境極差的大迷宮 同時也成為了不少非法活動和罪惡的溫床 究竟寨城內的黃島獨是怎樣運作的呢 50年代在寨城內興起的脫衣帽 又是不是三點盡腦呢 在1970年代之前 是不是真的沒有警察可以入內執法呢 九龍寨城的名稱 到後來為什麼又會變成九龍城寨呢 以上種種的問題的答案 將會在另一集成非解密 和大家詳細講解 本集影片搜羅了大量珍貴歷史圖片 再經自家彩化及upscale 令原本殘破的相片 更清晰顯眼前 這些珍貴的歷史圖片 會於禪非解密patreon之中 被會員閱覽和收藏 1980年代 香港最無聊奇書 都市無聊學 重演江湖 內容到底是說什麼呢 禪非解密patreon 現已獨家連載 只要每月3元美金 加入禪非解密patreon 成為付費會員 就可以解鎖更多私房的內容 大家好 我是禪非 敬請支持 本頻道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 按一按個超級感謝鈕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也歡迎 點讚留言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 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或者加入禪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資料豐富的禪非X檔案 以及可以收聽 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麥節目 知道更多解密的資訊